嗨,大家好,欢迎到股仓,一个分享投资知识成长的地方 今天来分享一档资安概念股,也是一档10倍股 这10年多来上涨了超过10倍了 不止如此,股价每次的回档都非常有限 它就是我们的风险报酬比策略名单中的一档股票,敦阳科 从频道一路分享以来,就算大凡经过2022年大回档超过30% 也可以看到敦阳科的股价回档都非常有限 报酬率还能赢过大盘,贸有限的风险下能得到最大的报酬 这就是高风险报酬比策略的优势 那另外一档一样也是我们策略名单中的股票 也是系统整合场的中飞,也是一样有很不错的长期绩效 我会非常建议长期存股族可以来这个选股池挖宝 找你有兴趣的产业公司 我也一样会持续的来从名单中挑选出好的机会分享出来 那最近大盘到了接近22000点了 大盘本益比也来到了24.5倍 是历史上非常高的区间了 如果你想在这边找到一些稳健 还可以长期持有的股票 那今天分享的对岸科 绝对是值得你加入口袋名单的一档股票 今天的影片会从最新的财报 来带给你对岸科长期趋势的展望 掌握清楚基本面 就会知道机会在哪里了 在影片开之前 让我现在一分钟是新的工商时间 我和Cmine合作的一款专为存股主开发的APP 上线满一年多啦 那很感谢这段时间几百名朋友的支持 也得到了很多的好评回馈 Cmine在本周推出了限量100名 For YouTube观众五折的优惠活动 只要用这个价格订阅到的 未来续约都是会维持优惠价 加入专业版APP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 专文章提供极有股更详细的基本面资料 是我花很多心力整理出来的 像是一件股周报 加热列表 活力预估 还有ETF价值区间 可以清楚的掌握几十档股票组成的ETF 到底现在是贵呢 还是合理 那另外每个月也有金融股月报 第一手的筹码和EPS都能轻松的掌握 我们对公司基本面有清晰的了解 就更能够抱得住好股票 买对了好股票 订阅之前轻松就赚回来啦 过去有很多用户都回馈非常的值得 就是因为够了解基本面 才能够抱得住大波段 赚到翻倍以上的利润 更重要是还有专门的社群聊天室 可以和我还有存股同好们 每天及时的分享讨论 很多投资的机会 都在这个社群中发现的哦 存股路上一起走才会走得更远 现在加入专业版用户 过去年多超过50篇以上的文章 全部也都可以读得到 还有每周一篇最新的基础股资讯 你这个订阅价格应该算是非常划算 那免费版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策略选股名单 也是欢迎下载试试试看看哦 有兴趣的人绝对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咯 CMoney只有开放100名就会关起来啦 那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 对象科 国标代码2480 在开始聊财报之前 我还是想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富利的威力 每年只要能够稳健的 有10%到20%的报酬率 真的长期下来 你的资产绝对是可以赢过绝大多数的人 本金30万然后每个月定期定额15000就好 报酬率15%投资30年后 总共投资的本金是568万 那你觉得最后的总资产会是多少呢 1000万 3000万还是5000万 可以想一下 答案公布 刚好是差不多1亿左右 其实投资存股真的不用太急 买进好公司长期持有 不太需要把专注率放在几个礼拜 一个月的股价涨跌 反而是专注基本面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多投资大师都强调要长期持有 而不是要大家不断的进出操作 因为这真的是真正能赚到钱的方法 只有当自己实践了之后 才会真的懂得投资 就是这么简单单纯就可以 断科就是一档长期下来 年号报酬率超过20%的股票 最近有一些回档 内价区间和我的操作 在影片后面也会聊到 那先来看看前四个月 累计营收年增是1.9% 在上季分享的时候 有提到敦阳科在手合约足迹有下滑的趋势 表现得不太好 今年获利要特别关注 到目前观察起来 还是有维持微幅的成长 公司发言人也表示 今年全年预期展望是持平或是有些微成长 这就让我更放心了 断科成绿1993年 是一间国内大型系统整合商 国内一千大企业有超过一半是断科的客户 像四柜公司有600多家是断科的客户 断科股本10.60亿 市值137.3亿 属于小型股 系统整合商股本都不会太大 想要出国人数也才三万多人 算是很低调人们的股票 这类股票的特色就是不太会有过大的波动 但是就是呈现一个很稳健的斜率上涨 不过断科做的生意 也会达到现在市场热门的题材 像是现在简碳和AI的这些题材 很多公司会把原本的伺服器转到云端上 这就需要在资讯和治安上做整合的服务 所以如果轮到治安这块题材 断科就是一档概念股啦 不过光是断科每年提供大概6%稳定的职业率 再加上超过20%的年化报酬率 这已经是非常值得长期持有的基欧股了 断科的业务据点主要在台湾 也有大陆、越南、美国和香港地区 不过断科超过95%以上还是来治愈台湾的营收 所以断科的主力客户还是在台湾上 营收来源来看 咨询与维修服务占35% 这也是之前经常说到的刮胡刀的生意 卖出了系统之后 后面维护保养的生意是源不绝的现金流 像之前分享的电梯厂重游 也是这样的生意模式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类族群 另外有像网络产品、电脑软体、储存设备、设复器 这些未来都是非常具有成长性的业务 有多元的组合起来 这就为什么能够维持股价波动很小很稳定 但却整体能够成长的原因 也不会因为单一业务 就导致公司获利有剧烈的变化 从绝对金额也可以看到 咨询与维修服务 带获利绝对金额成长帮助很大 持续站在一个好的利基点上继续垫高 我们就是一路看着对岸科这样持续的成长上来 从产业比来看 对岸科比较大的重心是在电子业 毕竟这也是台湾的主力产业 产业比重与过去变化不大 未来各产业在AI、治安等等相关的资本支出 都在持续的拉高 尤其在这部分 仍然是会有很强的成长力道 那对岸科也有另外一半营收 分散在很多的产业上 所以像前两年电子业不好 为什么对岸科一样可以维持成长 就是这个原因 从重要的客户名单上可以看到 像台积电、联电、联巴科等等 台湾一线的电子厂都是他的客户 另外像是在金融、教育研究单位 政府单位、电信业、传产和医疗等领域的龙头 也都是他的合作对象 实在是太多了 结论就是对岸科所含钙的产业很广 所以比较不容易遇到单一产业的景气影响变化很大 台湾上市贵公司就超过600间是他的客户 去年科技业普遍的资本支出都下降 但是从一些政府单位、教育单位 这些比较不受景气影响的部分 受到AI趋势的推动 有很多新的业绩力道推出来 所以为什么前一两年大盘衰退 但段科年度营收还能够成长 也是仰赖客户的分散多元性 云端、治安这些绝对是未来成长的趋势 再一样看到最关键的合约金额部分 这是很领先可以预期公司获利的关键 就像一件股的存货与合约负债一样 今年第一季是57.8亿 终于结束去年连续下滑的趋势 这是我之前比较担心注意的部分 那看到比较好的趋势是今年第一季相较去年Q4 新增加的合约金额是差不多6亿 这比起去年冬期是多两倍多 表示成长动能有回来的 我们逐渐会观察这个变化来跟大家更新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投资兼公司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展望 只要未来业绩是预期更好的 那过程中就是报警处理就好啦 鼓励政策上10年平均值率是6.21% 因为分配率都超过90%以上 非常稳定的输出配息 所以说只要年报EPS开出来了之后 隔年的股息不用等公布 大概抓90% 就是保底配息的金额啦 股息政策长期都维持的很一致 以目前股价今年值率都还有5%以上 段科中午也公告今年初宣息日是6月20 那终于等到宣告配期时间啦 因为之前分享的结束问题 我不会在初宣息前再大量买进股票 所以我会非常期待初宣息之后的机会 在股仓合流图的价值时间 段科RE稳定大于10%以上 属于成长股 是用P Ratio合流图来做估值 App会以过往5年市场估值作为基准 段科目前是在合理和昂贵的边界 不算便宜也不算太贵 那我自己是会持续关注等待初宣息后 再来做布局的选择 但如果没有结税需求的话 基本上就是维持在合理加定期分币的投入 长期就能有很不错的报酬率啦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 过几天再见咯 拜拜